來玩這款遊戲 殭屍部落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只需要用大拇指就能玩囉 欸好像不錯欸 鎖定敵軍 武器變自動射擊 哇這樣子幼稚園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欸 怎樣啊 要不要找回童年的回憶啊 那我要射雞雞 耶 而且他都不用補充彈藥欸 好神喔 來找雞雞射 好不好 好 點擊按鈕使人力 喔~~ 這種我最怕有強制性廣告的 現在玩到40秒嘛 欸 好像沒事欸 太好啦 有那麼多關喔 幹得好 但萬事入境者還在一直散播殭屍病毒 先完成訓練 好 哇他這樣子畫的畫風還不錯啊 爆彈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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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爆炸 射擊機 什麼東西啊 還可以啊這款 當成休閒小品玩的話 別有一番風味 好 三星通關了 現在兩 喔 完了 兩分多鐘了 那這樣子 還可以欸 就算有跑 欸 跑出廣告 也頗能接受 喔 攻擊 雞雞射擊 太厲害的男人了 辣個懶人 我跟你講 射 射這個啊 比爆頭還懶的 因為你可能會射到 肚臍那邊 嘖 啊 原來爆頭 不是最懶的 最懶的是 射中重點 啊 是不是啊 各位 英雄版條翔 呵呵呵 為什麼叫版條 第三關 好啦這款耐玩度還算是不錯的喔 難得加入 竟然有如此 美妙的遊戲 這是什麼 技能不能放一放啊 好猛喔 少射欸 來吧 技能都丟下去啦 快離開這裡吧 為什麼 你為什麼說要快離開這裡 我還沒射夠呢 四分多鐘啦 竟然沒有強制性廣告欸 嚇到我了 他現在如果跳出廣告 我是能接受的 因為他整體表現相當不錯 遊玩體驗85分 這款做得不錯 嗯 繼續戰役 這個時候來到第四關啦 我發現到第六關好像是BOSS啊 要不就體驗到那邊喊咧 上一款遊戲玩得超想睡覺 玩了這款以後又醒了 狙擊手 哇我射他的腳他也會噴出去欸 你看爆頭 你看 有沒有看到 爆頭 比較簡單好不好 射雞機比較難啦 你看射雞機 射雞機就太難了 因為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 等一下我先開大招 因為你有可能射到他肚臟 或者是他的胯下 這樣穿過去啦 哇我真是個狙擊手而已 我的天賦解放了 自動遊玩 哇還可以自動射擊欸 喔還真是不錯的啊 呵呵呵 VIP1可以開兩倍速欸 那我們這次幫他放招好了 我為所能做的 他亂射他都不爆頭的 你沒有爆頭的人力嗎 蛤 自動戰鬥他不會幫你爆頭 也對啦 這樣子大家都想要自動戰鬥啦 他玩法有很多欸 黑暗地帶競技場突襲 每日作戰 有沒有什麼 接下來 行司令 開啟 第七天送瓦拉 今天的獎勵 嗯 哪一種好 我拿經驗 這是私潮通行證啊 訂就多少 190塊一個月好便宜喔 嗯 值得一玩欸 我到底要不要玩啊 怎麼辦 我會不會開始玩了以後 結果明天就開始狂跑廣告 我會怕 我會不會開始玩了 我們現在 繼續出任務好了 應該要打BOSS嘛 是不是 我們之前應該沒有遇過這種類型的殭屍 哇賽 這傢伙也太醜了吧 是有多醜啊 我看一下 哇 還是要繼續下載的 還是要繼續下載的 蛤 還挺快的啊 如果攻擊 雞雞的話 對我是一種挑戰 我把這射掉欸 我把這射掉欸 有看到欸 你們看到沒有 我一直在射雞雞欸 我射雞雞 你斷手臂幹嘛 你在博同情喔 沒想到 你這隻BOSS也能博取同情欸 冰人 弗斯特 英雄有細節喔 細節就是能力上的提升啦 升級 弗斯特 所以他會自動幫我 配置隊伍嗎 然後又要下載啦 下載速度還可以啦 65MB而已 冰人 弗斯特 精英 迅捷斯 我能感受到這款遊戲 越後面越硬核啦 喔 我知道了 抽的角色夥伴那些啊 就是你釋放技能的 就是你釋放技能的 所以強大的夥伴 也不僅能拿來用 也你可以拿來放招欸 我做的事相當不錯啦 好啦 遊玩體驗相當高喔 蠻推薦一碗的 他只要不一直跑出廣告的話 這款遊戲還蠻值得一碗的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